眼前的小伙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当起了收发室的大爷 同时暗恋公司高管五年时间 二人平时基本没有什么交集 直到一天刚来不久的新人当上了收发室的主管 猎夫更加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向小美逼交了离职信 准备出去探险 独自驾驶快艇来到了百慕大 原本惬意地享受着风和日丽 转眼间安静的海面狂风大作 巨大的风浪朝着自己卷来 刹那间被狂风卷入 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他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沙滩上 身边站满了蚂蚁大小的人类 面前的男人自称是小人国的将军 要将他定罪 吓得猎夫张开嘴巴大喊 努力挣脱开绳索 抖落掉身上的小人 认为这只是一场梦 紧闭双眼希望回到现实 结果将军置出牙签扎在他的脚面上 猎夫一阵次痛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他被固定在车上 运回了小人国 把他关在了一个山洞中 在这认识了长发男 他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公主 就被关在了这里 很快到了开饭时间 直接给猎夫投下两捆稻草 就这样被当成了黄牛 整天离地 日复一日 直到一天突然城内警钟响起 提示敌国入侵 他们在城内放火 然后趁乱绑架公主 长发男星系公主的安危 解开了绑在猎夫身上的枷锁 凭借他体型的优势 一手一个将敌国人扔进了水池中 而此刻的警报还没有解除 原来火势蔓延 国王与秘书被困在了大火之中 情急之下猎夫不得已 退下了苦茶子 准确无误地消灭了大火 赶来的将军赶紧制止 责怪他到处放水要没收他的工具 结果转过身的猎夫没有收住 虽然味道有些奇怪 但国王还是感谢他救下了自己 猎夫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国王为了感谢他 打算帮他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蚂蚁大小的人类 帮助眼前的巨人造起了房子 感谢他救了这个国家的国王 虽然过程有些尴尬 但还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宴会上中的他更是吹嘘自己来自桃花岛 并是那里的岛主 就连他暗恋多年的小美 也被他说成是自己的压债夫人 国王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举国之力帮他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家 别看他们只有蚂蚁般大小 但个个都是建造的高手 不只帮他建造了海景洋房 更是帮他造出了多媒体的观影大厅 把那些影视经典更是说成自己的故事 这让列夫在人们眼中的地位再次升高 派出一个装甲师为他踩背 大街上贴满了他的画像 很快被提拔成将军 原本的将军成为他的副手 这让他怀恨在心 看着列夫整天固于玩乐 偷偷关闭了所有防御系统 带着地图投奔了敌国 很快集结了所有船只 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还在吃着早餐的列夫 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前线 转身看到密密麻麻的小船 懦弱地他脱掉了外衣 心怀忐忑地走进了海中 对着敌国将领表示演一下就好 并不想发生战争 随即击打水面表示战斗很激烈的样子 可转头看到船只并未掉头离开 并且架起大炮朝他射击 密密麻麻的炮弹打在他的肚皮 低头发现这些伤害对自己毫无作用 顿时信心满满 伸手抓住所有船只的绳索 将他们拉回岸边送给国王 回到岸上的他却被一个红色茶壶拦住去路 原来是叛逃的将军 在敌国制造出可以变身的机甲 转眼之间变成巨人 甚至比列夫还要高大 这次他的体型不再有优势 直接被对方拎了起来 为了活命赶紧求饶 承认自己说了谎 当初相信他的人们都很失望 为了惩罚列夫 将他绑在了猪排上 流放进迷雾之中 而在这同时 列夫暗恋五年的小美也来到了小人国 男人无意来到了小人国 刚巧遇到两国交战 凭借自己体型的优势 击败了来返的敌国船只 受到人们热烈地追捧 而他在自己的世界中 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好景不长 很快被掌握科学力量的将军击败 作为失败者 被绑在木筏上流放在大海 等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 以为自己回到了原本的生活 结果被从天而降的罐头瓶子扣住 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被打扮成小公主 随着一阵摇晃 面前出现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女孩 把自己当成婴儿般对待 随即被扔在床上 随着一声奶格拍出 女孩继续帮自己换好尿补 整套下来一气呵成 面对如此幼稚的游戏猎夫不再忍受 没有办法只好默许了这种生活 而她不知道的是 小美为了找到她 无意间也闯入了小人国 同样地被绑在了沙滩上 这让猎夫的好友长发难发现 偷偷地来到巨人国找到猎夫 而猎夫还在因为自己的谎言 导致他们被敌国占领而自责 直到长发难说出小美也被抓了 瞬间斗志满满 抓起身旁的将落伞 带着长发难就跳了下去 飘回了小人国 在山洞中找到了小美 这次她没有逃避 向眼前暗恋五年的女人表白成功 转身打开牢笼放出了国王与王后 表示自己不再说谎 帮他们夺回小人国 大战一触即发 可面对强大的机甲 猎夫还是毫无还手之力 双手放出电流 直接让猎夫瘫坐在地 眼看手掌越来越近 结果刚到眼前却失去了动力 原来是长发难在二人打斗肩 爬进了机器内部将电路损坏 猎夫趁机来得大飞踹 紧接着一个肘击结束了战斗 故事最后长发难也赢得了国王的赏识 同意将公主嫁给他 猎夫在临走前秀了一把自己擅长的摇滚 通过音乐让黑红两国的小人化干戈为玉帛 从此不再有战争 她与小美也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因为写了这篇猎夫游记 自己也成功地当上了主编